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4日 昨天我曾经做了一个竖评 讲到这个乔州州务卿 和这个川普的电话 这个通话内容 被这个主流媒体曝光 然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么今天川普的这个团队 做了一个回应 先给大家看看 这篇文章刊登在大纪元网站 给大家看看这些图 那么川普团队对华盛顿邮报 周日获得的并公布的 完整的电话录音 做了一个回应 这段音频是川普和乔治亚州州 州务卿 叫布拉格 拉芬斯伯格 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番谈话 内容涉及到了选举诚信的问题 那么华盛顿邮报 首先公布了川普和这个周青 在周六1月2号 长达一个小时的通话 通话的时候旁边还有证人 白宫幕僚长 叫马克梅多斯 竞选团队律师 叫密切尔 拉芬斯伯格的律师 瑞安 德克曼 也参加这次通话 那双方都有律师在查 是不是啊 这很好 那么根据这个电话的记录的文本啊 这个川普列举了一些关于选举违规的具体指控 实际上这都是以前多次讲过的 重复投票了 这个死人投票 投给他的选票 这个投给川普的选票被这个粉碎啊 等等 以及其他关于作弊和腐败的指控 这个总统呢 说这些指控剥夺了他在乔治亚州的胜利啊 所以川普有一个前提 就他是真心的认为 这个是造假的 而且的确也存在了问题 我们都看到那个电视的录像 对吧 川普团队呢 的高级顾问 叫基森米勒 1月3号在推特上写道 完整的录音将展示 乔治亚州务卿 冷然是一个黑客 他把他摘给黑客 说川普总统对 拉芬斯伯格糟糕的工作的批评是正确的 所有乔治亚州的选举官员都是垃圾 总统赢得了这个州 这是这个推特的内容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网络上展示的 那么这个在华盛顿州啊 报道这段录音的前几个小时啊 川普在推特上说 他曾经向拉芬斯伯格询问了一些关于选举的就违规问题 总统说呢 州务卿不愿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他这样讲 他说我昨天与州务卿 这个布拉德 拉芬斯伯格谈论的这个富尔顿县的 和乔治亚州的选民舞弊问题 造假问题啊 他不愿意或者说无法回答 诸如桌下骗局 选票销毁 州外选民死亡选民的 他毫无头绪 就川普非常不满啊 这是川普的推特 给大家看一下 川普的推特啊 那么会后 拉芬斯伯格在推特上回应了川普的声明 他说尊敬的总统 你说都是假话 真相将水落石出 该通话内容显示 川普告诉他 该州有数千张选票 是死者投出的 这个情节是非常恶劣 人都死了 假借这个死人的名也投票 这个川普说 所以死了的人都投票 我想人数接近五千人 他们去查了报告 他们用了各种方法 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至少也是接近五千名左右的选票 拉芬斯伯格回应说 实际数字两个人 两人 两个死了的人投票 如果是两个人 也是错误的 但是好像影响不是太大 那么川普也提到 有些选票被扫描了三次 拉芬斯伯格回应 我们对此进行了审计 我们准确的证明 这些选票没有被扫描三次 因为他持有不同的观点 川普提出的其他说法 还包括非法的外州选民 在乔治亚投票 就是你的户籍也不在这个地方 你倒正来投票 数前名不在选民登记名单上投票 不符合手续 以及选票上有几十万个伪造前名 川普告诉拉芬斯伯格 当你把所有的东西夹起来 乔州发生了许多违规 是许多被他们说我们输掉了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九张票的差距 在川普列出他的诉求以后 拉芬斯伯格说 我听了总统刚才讲的话 总统 川普总统 我们已经有好几期诉讼了 我们不得不在法庭上回应诉讼的政治 我们不同意 你们已经赢了 据这个门湖专家 这个网站报道 这个州务卿拉芬斯伯格的团队 把电话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 该报在隔一天发表了一篇关于总统电话的热门文章 昨天引起轰动的 很多媒体转载热议 就是这个 这个电话门 叫电话门吧 乔治亚州共和党主席 叫大贝沙夫在推特中写道 川普已经就通话录音被泄露一事 对拉芬斯伯格提起了两起诉讼 这有意思啊 这个上级和下级 这个吵架竟然这个还要打官司 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虽敢跟习近平吵架 31个省市自治区拿个省长书记 敢和习近平提出一点不同的意见 你不服从 脸色不好看就给你奋力拿下 你看那个赵振勇 那不就因为看不上习近平吗 他们两个人有低伙 他是共情团排大佬 这个胡锦涛提拔他 赵振勇心想 我的后台很硬 我又在两个地方做过风浆大礼 这个你不能把我怎么样 在陕西干了这么久 而且我还知道你家那些破事 你姐夫在这搞房地产 别以为你是连接 我估计跟他这样想 那习近平大弄 这个秦岭比如说别墅批了六次 见职赵振勇 还派这个贺荣 贺荣是习近平看好的一个 比较重点培养的一个非习下军成员 女成员 让他去当级委书记 一看表现不错 你看现在调回来 做这个最高人民法院 这个常务副院长 要解体周强 这个美国就不行了 美国这个你想下几个 对他直接就两个人开吵 吵架 现在要打官司到法庭去 关键现在麻烦在那里 法庭也不受理 也不公正 你看法庭有的根本不受 联邦最高法庭 那不两次都退回了 川普团队的诉讼 所以今天上午做了一个节目 有一个议员他讲得很好 这个事应该走法律程序 法律公正吧 这个就没有必要在街头上抗争 这个劳民伤财 而且容易引起动乱 对不对 那么你像这个电话门的问题 是个典型的案例了 那根据这篇文章讲 说是这个 这个乔治亚州共和党主席的大佬啊 叫沙卫 大卫沙夫 他写道 总统已经在联邦法院和州法院 就两个法院告这个 周武勤 在电话会议上 周武勤秘密记录了 机密协定讨讨论 该起诉正在进行 我觉得川普能赢 为什么 这种内部讨论 那是不能 因为都是官员 是不能这个 发表人 这么快泄露出了 发到网上 是吧 而且何况这个 这个川普有个前提 这个 很多时候的确发生了 舞弊事件 只是需要插阵 而且川普也认为 他有这个舞弊行为 并不是说你没有舞弊行为 然后让你去造假 说你不造假 我就给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不犯法了 对不对 那当然了 本人对美国的这个法律啊 一直半解了啊 这个 现在又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 不便请 这个请教这个 多伦多的律师啊 其实在这个 洛杉矶 我是个见过华人律师 他干得很好 那个年轻人 这个 前几天 这个元旦 我发了一个 也是一个元旦致辞啊 我给他回复了 那说明他还记得我 有好多律师 对我很好 其中纽约 还有个律师 在三年前 就主动的啊 帮助我 解释一些 案件的情况 当然这些案件 都是一般的情况啊 后来我去这个纽约 也见到他了 华盛顿啊 华盛顿见他 非常好 上机场接我 我当时很感动 因为他事件很宝贵啊 律师 还专门接我 中午啊 跟我说要坐一起 坐动 这个 和我俩一 是共进无惨啊 了那年轻人 非常有精神境界 到现在为止 我都 没给他任何回报 我都觉得心里挺欠疚的 这个 所以说美国 我很崇拜 就是什么 动不能有事 打官司 这很好 打法庭上打 中国是动不能找官员 我认识习近平 你认识李克强就不行了 如果说你不认识习近平 我认识李克强呢 你是省委的领导 那可能李克强 占我顺利了 我也能赢 随官大随赢啊 这不公平啊 所以说 本人也认为 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问题 既然有争议 那么 这个就应该 送起诉到法院 法院来派 这个比什么都好啊 此外还有个消息啊 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介绍 分享分享啊 就非常好的 一个篇文章是 这个 北美保守评论 发表的啊 他引述的是 门户观察员的 评论文章 讲到什么呢 说是美国总统川普啊 是历史上 最伟大的总统 他从什么角度呢 从古四的角度 他说呢 道指和标普啊 2020 创历史兴高啊 里面其中讲到 这个 经过这个 辞旧迎新啊 人民已经看到了 这个 这个华尔街 周四 以更多的 创纪录的高点 结束了股市动荡的一年 为市场 从 这个 中共病毒大流行中 早期几周的 历史性暴跌中 惊天动地 反击划传了一个 恰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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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号啊 当然这篇文章 他讲到是 SARS 不是SARS 他讲的是 新冠 这是我给他改成 中共病毒 这个和人家 没有关系啊 说指标性的 这个 标普啊 标准普尔 这个500指数 全年上涨 16.3% 包括股息在内的 总回报率为 18.4% 在高购猛进的 大科技推动下 纳斯达克 综合指数 大涨了43.0% 道琼斯 工业平均指数 在苹果和微软的 带动下 上涨了7.2% 本人对股市 完全是 门外汉 从来没有搞过 因为 没有这个经济条件 也没有这个兴趣 所以我只是看到 这篇文章 觉得他讲的很详细 其中 这个 他这个 罗利拉 这个 这个 这个川普总统 创造历史上 最伟大的两次 市场的增长 你看 他是这样讲的 有一个 简单的 这个回顾 川普总统 创造了 道指历史上 单年 连创新高的历史记录 2017年 为71次 川普总统 创造了 总统上任 第一年的历史 最高记录 2017 川普总统 创造了 道琼历史上 最大的年度 涨幅记录 2019 为 5211 川普总统 追凭 罗纳德 里根 创造了 道指 连续创下的历史 新高的最高记录 1987年 1月和 2017年 2月的 12次 川普总统 赢得了 2016年 大选以来 迄今位置 道指上涨了 三分之二 或 百分之 六十六 就是我 就是 赵胡鲁 话题 介绍给大家 主要是为了 提升你们的时间 你们开车的时候 一边就可以 听听我老江的 胡说八道 或许有意 那么呢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川普总统 他的确是历史上 在股票 股市这个历史上 应该是警戒的 一个了不起的 这个人物 最后他评论到 他讲的很生动 他说 数字会说话 股市是经济的情绪表 是总统 驾驭国民经济发展 最有利的标志 说美国股市 从四年前的熊市起步 一路升到去年 此时的新高 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随后的 新冠疫情 使包括美国在内的 世界经济 受到了重创 短短一个多月 到穷石工业指数 从二月中旬的 29500点 纵跌到三月下旬的 18591点 这个洛夫太惨了 这真是 一生一疆非常明显 记得当时川普总统 信心满满的说 我们已经把经济 做得非常棒了 但是上帝说 你得再做一遍 好吧 那我们就再来一遍 你看他心态多么好 所以有信仰的人 和没有信仰人不一样 就共产党 为什么领人证 他们不信神 只信钱和权力 所以国家整个这个样子 一会抓这个 一会抓那个 一会他被别人抓了 一会别人把他抓了 一会他爹抓了 他爸抓了 抓完以后 他长大了以后 他再去抓别人 就是把这个国家搞得 是没有 无法可疑 这个整个是给人感觉 每一天没有安全感 你看任这个总统 是不是啊 为什么就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 你看他最后讲 他说上帝说 你得再做一遍 好吧 那我就再来做一遍 他做到了 而且比第一遍做得更棒 更快 更高 这个川普总统 实在是美国经济史上 无与伦比的最美大的总统 他配得上再干四年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万倍网 谢谢 再见